大聲歌唱從阿美族語一路唱到排灣族語 搭配沐香鼓的節奏 一手又一手的不停接著 你以為他們是無聊亂唱歌嗎 不 這是幫救世界裡的喊聲文化 透過唱歌跟口號來加強對內的攻擊氣勢 而被難國中的小村員阿美族周圍 傑就親自介紹對內的喊聲文化 歌都是我們平常在宿舍在休息的時候 就是一組兩組這樣分組這樣教這樣 然後新來的學弟我們也會說 那個去教他們我們的隊歌 我們就是挑那個歌曲裡面的經典來唱這樣 這群被棒球耽誤的小球員們 不僅專研棒球也專研喊聲 他們還有近視合唱傳的分法 有領唱 搭唱 齊唱 甚至有和聲 而對內單人領唱的布農族邱彥祖說 喊聲要有變化才會有趣 要漂亮 時期比較低的時候吧 就是要一個帶啊 如果沒有帶的話就很安靜 用布農族暴戰功來慶祝銀球 將圓民的文化融進棒球裡 這群小球員們透過歌曲的設計 也另類的將圓民的文化傳到不同的地方 明日新聞老VoS 烏溜花蓮市採訪報導